善良的女人在沙漠中遇到一个昏迷的女孩 把她带回家中当亲妹妹一样照顾 谁料长大后的女孩越来越漂亮 竟然和姐夫勾搭上了 这天两人准备私奔 女人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心中充满了恨 一气之下她射死了丈夫 然后把丈夫的尸体放入滚烫的石灰尺 做成了一座泥巷 她没有死 她永远留在我身边 自此她因爱生恨见到漂亮的女孩就杀 云哥扔出石头碰巧打掉了她的面具 我杀了你 她气急败坏一下抓住云哥 云哥被吊在石灰尺上面 眼看就要被做成石像 关键时刻刘芙玲带人赶来救下云哥 现场一片混乱 梦觉喝下一口二锅头 趁机放了一把虎 然后对着女人大喊 就只管在这打打杀杀 不管你那些宝贝泥巷们了吧 我答应我 我的父亲 她不顾一切地冲进火海 来到丈夫的石像旁边 你不要怕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说完紧紧地抱住石像 云哥本想救她 可火实在太大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人葬身火海 其实对于她来说 死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三个孩子终于逃了出来 他们暂时在沙漠中落脚 云哥想为梦觉包扎伤口 却被一口拒绝 我这种人 见命一条 你还是照顾那位公子吧 第二天一觉醒来 梦觉不告而别 只留下了几个大字 我望照顾百姓之诺 原来她早已看出 刘芙玲就是当今的大汉皇帝